美女如云的C组领衔演出的不是别人 就是国内球迷相当喜爱的韩国漂亮宝贝车游篮 车车不但外形抢眼 球技更是备受肯定 在2010年的安利一支圆杯丰厚累积超高人气 去年车游篮以分组第一出现一路过关斩将 可惜八强赛碰投菲律宾选手Amit 以7比9爆冷提前出局 屈居第五名 尽管如此 车游篮依然维持高昂斗志 况且台湾对他来说也算半个主场 要抢下分组前三名应该不难 只不过同组竞技的倩影杀手薇子倩 绝对会是车车晋级之路的一大强敌 过去倩媚在安利一支圆杯最好的成绩是第九名 不过她在二月才刚摘下2014女子直撞总冠军 而且冠军战中 薇子倩不论攻防都表现优异 一路领先最后是以9比4获胜 圣严首度拿下直撞后座 一位今年的安利一支圆杯做了最好暖身 同组另外一位美国名将Vivienne Villario 同样伸手不凡 上一次参加2010安利一支圆杯 在八强赛中败给当年的冠军车游篮 但是去年德州公开赛 以及20158号球公开赛女子冠军的表现 确实来势汹汹 而且根据赛程安排 Vivienne跟车游篮今年将在预赛第一场碰头 也给波兰辣妹Katarzyna-Wislowska 隔山关虎斗的机会 卡塔琳娜顶着2014欧洲杯10号球锦标赛金牌 第一次参加安利一支圆杯 势必带给其他人不少压力 即美貌与球技余生 正是C组的最佳写照 身为唯一一位台湾选手 新直撞女王魏子倩 能不能发挥主场优势 在预赛中大破各国女将 以分组第一支支晋级24强 抢下种子资格 就请球迷们拭目以待 国大体育新闻综合报导 17830